弥加书第二章 那些在床上图谋不意 并且行恶的人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手有力量 天一亮就做出来了 他们要田地就去抢夺 想要房屋就去抢取 他们欺压人和他的家眷 取人和人的产业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策划灾祸攻击这家族 你们无法缩起景象 避开这灾祸 你们不能昂首而行 因为这是个灾难的时代 到那日 必有人做歌讽刺你们 唱悲伤的哀歌说 我们彻底被毁灭了 我子民分内的产业 他竟转给别人了 他怎可从我这里挪去 把我们的田地 分给掳掠我们的人 因此 你在耶和华的会众中 必没有抽签拉准绳的人了 有人预言说 你们不要说预言 人不可预言这些事 羞耻不会临到我们 雅各家 人怎可说 耶和华的心着急 不能忍耐呢 这些是他的作为吗 我耶和华的话 对形式正直的人 不是有意的吗 你们却像仇敌一样 起来攻击我的子民 你们竟从安详 过路的人身上剥去衣服 从不愿作战的人身上 剥去外衣 你们把我民中的 妇女赶逐 离开欢乐的家园 你们把我的尊荣 从他们的婴孩身上 夺去 直到永远 起来 走吧 这不是你们安息之地 你们因为不洁净的缘故 必被毁灭 是不可挽救的毁灭 若有人随从虚假的心 撒谎说 我要向你们说 清酒和烈酒的预言 那人 就是这民的预言家了 雅各家 我必召集你们所有的人 聚集以色列的渔民 我要把他们安置在一起 像羊在羊圈里 像群羊远离的人 在草场上喧哗 开路的人领先上去 他们开路 闯门进入 又从门里出来 他们的王 在他们面前走过 耶和华领导他们 感谢观看